据统计 近80%的诊断是和血液样本有关 患者血液样本的检验是诊断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血液样本的申请采样到报告与结果解释 是检验工作循环的起点和终点 而血液样本能第一时间送达 是保证检验科可以最快返回检测结果的前提 大平医院实验室的管理一直遵循着技术精湛 结果准确的服务终止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实验室的规范化的管理 达到了重庆市来自全军一流的水平 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的全过程的环节当中 由于标本运输环节的一个诸多的不可控因素 往往我们不能及时地收到患者的样本 从而影响了检验和诊断的过程 因此我们一直在寻求更加快速运输样本的方式 重症医学科ICU收治的都是危重病人 要抢救这类危重病人的生命 时间就是生命 所以说我们需要快速可靠的有效的检验分析系统 过去我们使用人工的手段运输标本 我们送到检验科的标本至少需要30分钟 甚至一两个小时以上 这严重影响了检验科的诊断 同时也不符合我们ICU时间就是生命的理念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有一种全自动的 能快速安全的转运血液等标本的设施 为了解决标本运送环节的这个难题 重庆大平医院引进了丹麦原装的血液样本 自动运送系统TEMPUS600作为改进ICU到实验室的样本运送效率的措施 大平医院的ICU在第一住院部的十楼 门诊检验科在第二住院部的二楼 中间还相隔一个近200米的广场 如今通过一条直径只有25毫米的管道 实现了两地的联通 打造了一条ICU血液样本运送绿色通道 我们渴望的这套系统已经实现 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些标本能够安全快速的送到检验科 也为护士节约了很多的时间 现在无论是早晨的高峰期 还是凌晨我们需要紧急送标本的情况 护士只要轻轻一按30秒钟就可以把标本 安全迅速的送到检验科 目前我们24小时都依靠这套系统 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标本的传送 而耽搁我们重症病人的诊断或抢救了 我们科在2009年的时候 曾经获得了ISO 15189的国际通行证 并且我们科实行的精益管理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因此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标本能够快速的 安全的到达我们科的管道 经过多年的比较 最终我们选择了这一套单管传输的 气动传输系统TEMPS600 我们医院的第一条TEMPS600被安装在了ICU科 众所周知ICU的急诊标本是非常多的 通过一条点对点的气动传输的管道系统 ICU科的急诊的血液标本 30秒的时间之内能够直接到达我们检验科 我们前期曾经做过统计 在使用TEMPS600之前 常规的ICU科的急诊标本 从采集到运送到我们科 时间是30分钟 而这种繁琐的人工运送的过程 如果用TEMPS系统来取代的话 时间缩短成为短短的30秒钟 如今通过TEMPS600 我们把标本运输系统 仪器系统和信息系统 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整体 血液标本的分析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动化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系统 我们实现了从标本的采集 到结果的发出的整体TAT的完美把控 这样系统应该来说 在当今任何医院都是非常先进的 自动化的标本运送系统TEMPS600 释放了人力 提升了大平医院整体的服务能力 检验技师可以专注于检验分析过程 护理人员可以专注于病患护理 物流人员可以投入到更多的病患服务中去 借助TEMPS600 大平医院已经成为了国内检验科 TAT整体管控的领先者 不断帮助医院提升患者满意度 释放医疗工作压力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